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咱们继续学习Swift的UI 今天是第15期 不过在给您分享之前 首先我还是先感谢一下 能够开通了YouTube频道会员的朋友们 您的支持是小马 一直做下去的动力哦 真的是非常的感谢 好 那咱们开始今天的主题 什么内容 大家请看我的标题 导航链接 导航链接技术呢 是咱们初学者学习iPhone 或者说是其他的手机开发 最需要掌握的一门基础技术 为什么 大家请想 您开发的APP 不管是iPhone 各平台都一样 您不可能说只有一个画面 对吧 您应该是设计出多个画面 每个画面有自己的逻辑 然后咱们去在编程中 跳转画面 完成咱们整个APP的功能 对不对 今天我给您讲的导航链接 就是画面跳转的技术 咱们一定要掌握 其实是这样 在高级编程里面 咱们可能很少用到导航链接的技术 但是作为咱们一般的掌握 咱们要掌握 一般是这样 在高级的编程里面 页面切换 都是咱们通过编码 建立一套咱们自己的框架去实现的 但是对于初学者来说 您使用iOS 给咱们提供的默认的导航技术 也能够完成相应的功能 同时他自己做的导航技术 也是非常的标准 非常的美观 我认为也是很不错 咱们就来学习一下 好 咱们看一下今天的知识点 就一个导航链接 navigation link view 该怎么做 其实很简单 我用非常简单的代码 给您讲明白 这个技术的知识点 好 那咱们马上进入 今天实战演习的部分 咱们大家请看 今天的代码 我给您准备了两个view 或说叫两个窗体 好不好 一个是咱们的启动窗体 这个名字叫做content view 内容 view 对吧 咱们画面一撞载 一启动 咱们APP一启动起来 首先看到的是这个view 然后咱们要去做导航 对吧 那么咱们导航到哪个view 大家请看 上面 这有一个细节view 对吧 detail view 这个地方 它是咱们导航过来的一个页面 也就是说它是子窗体 咱们这个content 这个是副窗体 咱们今天完成这么一个简单的导航 好不好 OK 咱们就看看代码每一行 都是什么意思 首先咱们画面一启动之后 首先显示副窗体 对吧 content view 这里面 body没说的 一上来 大家请这地方 这地方就说明 我这个view 是一个可导航的view 对吧 这个地方要写上这个标签 navigation view 然后加一个大括号 里面描述 咱们现在这个view 都有什么内容 对不对 咱们看 我这是一个可导航的view 里面是一个vstack 纵向布局 对吧 对其居中 然后这个间距 十个间距 这都没说的 然后大家请看 我这个view一上来 先是一个text Hello world 这没说的 这非常的普通 对吧 Hello world 然后接下来 大家请看 我用到了navigation link 这个是什么意思 这个就相当于咱们写网页中的 那个A标记 对吧 A HREF 一样的感觉 这个就是说 我在这个页面中 在这个view中 要有一个链接 超级链接 可能它不叫超级链接 它叫导航链接 对吧 然后这个链接里面 显示一个文本 叫做第二个画面 对吧 然后呢 要导航到哪儿去 大家请看 这个地方 destination 相当于咱们这个网易编程里面 这个A里面的HREF 对吧 导航到哪儿去 大家请看 我这个并没有导航到一个view里面去 没有导航到一个窗体 而是导航到了一个text的空间 在这个swift UI里面 每一个空间 它都是一个view 对吧 咱们可以导航到一个view 一个窗体 同样也可以导航到一个空间 当然了 在咱们实际工作开发中 您不可能把它导航到一个文本空间上去 对吧 为了给您演示 它可能做到 所以说今天呢 我这第一行的link 给您导航到了一个文本view的空间 好不好 OK 咱们再往下看哦 第二个 还是一个导航链接 显示内容是详细画面 然后呢 导航到哪儿去呢 大家请看 导航到咱们刚才定义的 咱们自定义的这个view 也就是说 您的可能这个APP中 有多个的窗体 对吧 启动窗体 login窗体 然后详细 这个用户 这个详细设计的窗体 用户自己的profile设定窗体 比如说这个商品一览窗体等等 都可以 对吧 咱可以定义 咱们自己的各种各样的view 然后呢 咱们在这个地方呢 做一个导航 是没有问题的 这个地方呢 咱们当然也可以传参数 当然我今天为了简便 这个地方呢 我没有定义这个属性参数 您也可以定义 都是没有问题的 好 咱们再往下 第三个 我又给您写了一个 导航链接 但是和前两个不同的地方是什么 前两个导航链接 我都给写了一串 文字串 对吧 其实这个导航链接 您可以是一个图片 是一个文字 是一个list行 等等 各种各样的view 都可以作为导航链接源 对吧 不仅仅是咱们这个 网页编书中的A 不是 各种各样的空间 咱们都可以组合起来一个小空间 然后呢 把它变成导航员 对吧 可以去点击它 那么我这个地方 大家请看 这个地方 我还是定义了一个 另一个画面 其实这个导航员 我做的比较简单 还是一个文本空间 那咱点击另一个空间之后 他这地方 大家请看 还是可以向其他的view 进行导航 只不过这第三种方式 又是一种写法 让咱们导航链接 看起来并不枯燥 并不说 仅仅是一个文本 咱们这个地方 可以定义咱们自己的view的结构 然后让用户去点击 这个都是没有问题 OK 接下来咱们的vstack 声明完之后 最后咱们要给整个导航 这个title吧 一个标题 叫什么 大家请看 这地方我叫做主画面 然后显示模式 是在线显示 这个以前在iOS13中是可以用 但是随着这个xcode升级 仅仅在这个14中 iOS14中才能够用 那没办法 您如果想运行这个代码 您必须建立工程时候 要保证您是iOS14以上就可以 OK 那么咱们下面这一行 就说明定义了咱们整个导航view的一个标题 对吧 相当于咱们网易中开发的那个title 对吧 OK 那咱们翻过来往上走 再看咱们的细节view里面都写了什么 很简单 其实啊 大家请看 说完一上来 一上来这个地方 我定义了一个环境变量 干什么的 是这样啊 咱们如果想 你想咱们从负view跳到紫view 那么咱们还要从紫view再跳回负view 对吧 这个跳回动作怎么做 这需要引用到这个环境变量里面 这么一个presentation 这么一个全局变量 通过它的方法调用 使咱们关闭紫view 然后呢 回到负view 当然这个呢 是可编程跳回的方式 其实咱们这个导航view 给咱们提供了默认的方式 一会咱们都会看到 好 如果您要是想通过编程的方式 关闭紫view的话 那么您需要加上这句话 如果您想用它这个 iOS给咱们提供了内置的导航机制 关闭物的话 那咱们就什么都不要了 对不对 OK 咱们一会都会看到 好 咱们看 咱们细节view一上 也是一个Vstack 里面有一张图片 还有一段文本 其他就没有了 然后呢 咱们这细节view 有一个title标题的描述 然后呢 大家请在这个位置 是这样啊 咱们从负view 往紫view跳的时候 默认 在这个iOS的这个 默认摄像当中 这个画面的左上角 有一个返回按钮 对吧 这个是iOS给咱们提供的 默认的 review的导航机制 或者说返回机制 对吧 那么我在这地方 加上这行说明 我不用它默认的返回机制 我要通过编程的方式 自己实现 对不对 怎么做 大家请看 我在这个地方 把咱们这个iPhone 提供的默认的返回按钮 就是那个左肩括号 把它屏蔽起来 heed等于处吗 对吧 这个吧 heed等于处吗 把它屏蔽起来 然后我自己定义一个 左上角的view 这个view呢 我很简单 仅仅是给了一个按钮 然后写上返回 或者你是返回 写上这个这个 这个叫什么了 exit退出 quid都可以 这个地方你随便定义 同时这个地方呢 不仅仅是一个按钮 您可以定义成 您自己一个小的view 让它设计的美观 加上一些图片 都可以 ok 我通过这三行代码 相当于说 在咱们画面的左上方 定义了一个返回的空间 我用到的仅仅是一个按钮 这个按钮 按下后的动作 大家听说 就是这句话吗 我调用了刚刚咱们模板 机声明了这个全局的环境变量 然后呢 调用它的rapid 这个value 然后再调用它里面 这个dismiss这个方法 干什么 关闭当前view 这个方法非常非常的常用 咱们大家一定要知道 这个知识点啊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知识点 四星级以上的知识点啊 ok 以上就是大概给您讲解 今天代码的部分 光说没用 咱们马上练一练 马上建个app 咱们实际跑一下 好不好 ok 马上开始啊 好 在这个地方 我直接下一步建个chunk 建个app 我就叫myup 没有问题吧 然后这个生命周期的地方 以前啊 咱们都有uikid 现在因为这个 sweet UI 听自己一套生命周期规范 所以说咱们尽量选择 这个ui的app 的生命周期啊 好 这一嫌少叙 马上下一步 然后存到我的桌面上 ok 都可以了 这就没问题了 我把它最大化一下 这个关掉 然后咱们编写 咱们代码 首先是这样啊 今天咱们这个应用程序 大家请看 有两个view 如果您 因为今天当然学习嘛 对吧 如果您要在工作中 咱们每一个view 一定要建成一个单独的文件 今天呢 我是为了给您演示 相对简单的演示一下 咱们整个这个导航的流程 所以说 我把这两个view的代码 就考到咱们一个文件当中 好不好 您在编程中呢 每个view都把它建立成一个单独的文件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习惯哦 好 咱们拷贝过来哦 这个swift 它是允许这一个文件中的拷贝多个类啊 多个view都是没有问题的 好 完全拷贝过来之后 咱们按command加b编译一下 应该是没有错 对吧 这我代码都调试过 然后咱们马上运行 我还是选择我经常用的这个8加 好不好 然后按command加r键运行起来 咱们看一下 就在这个地方 咱们看看运行的效果 是不是达到咱们这个能够自动导航 还能够手动导航 咱们都看看是一个什么样子 好 大家请看 Apply已经成功起来 因为是这样 因为我是第一次编写这个Apply 第一次运行 所以说它有一个装载install的动作 所以说相对较慢 您第二次再运行这个Apply 会非常的快啊 OK 现在少许咱们看啊 画面有主title部分 这是主画面 就是这个地方 大家请看 对吧 这个地方是title吗 然后是主画面 这个地方显示就是主画面 然后是这个inlan模式 就是inlan模式 对吧 OK 然后这是一个垂直的布局 然后有第一行是Hello World 没说 这是一个只读显示 对吧 第二个 大家请看 第二个画面 就是这行 它呢 是一个导航链接 对吧 是第二个画面 然后它链接到哪去 链接到一个文本空间 咱们点击一下 看是不是啊 走 大家请看 它其实是链接到了一个文本空间上去 然后呢 因为iOS给咱们提供的默认导航机制 所以说 在画面的左上方呢 出现了这么一个返回按钮 当咱们点击之后 还返回到它的副画面 主画面 对不对 OK 第二个是详细画面 对应是这个地方 大家请看 这个咱们导航到一个咱们自己定义的这个detail view 对吧 这个地方 咱们试一试啊 注意看 同时 咱们这个detail view 我给您讲解了 咱们左上角用的可不是它默认的这个返回机制 对吧 而是咱们自己定义了一个按钮 然后增加咱们自己的返回机制 咱们看看效果 好 试一下 没问题吧 大家请看 正常的显示view的内容 同时 大家请看 默认的机制没有了 变成咱们自己自定义的一个返回的按钮 对吧 OK 那点击之后 正常返回 动作和默认的返回机制是完全的一样 只不过说 在这个地方呢 咱们可以定义一下咱们自己的这个tile bar 显得更加的美观 更加怎么说呢 增加的用户体验 对不对 这个地方呢 是您开动脑筋 怎么去定义 更好的用户体验的过程 好 接下来 另一个画面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呢 咱们自己定义了一个按下什么view呢 进行导航 对吧 因为我简单 这个地方今天写了一个文本 您可以加图片 加空间 加个图表等等 都是没有问题 好 那咱们点击之后 其实也非常简单 它还是跳到一个文本view 这个地方嘛 对吧 然后呢 这个呢 利用的也是这个默认的导航机制 咱们点击左上角时候 进行返回 OK 这就是简单的使用咱们iOS给咱们提供的导航view的最基础的使用方法 虽然最基础 但是它能够满足咱们一般APP的编程 足够用了 完全够用 但是有一个小问题 大家请看 我今天写的这些个导航链接 都是定义在咱们这个代码里面的 对吧 比如说 咱们要从数据库中拿到数据 然后呢 显示在画面上 当用户点击某一个数据 比如说新闻 比如说商品 点击之后 会动态跳到这个新闻的详细余 或者说商品的详细余 这个该怎么做 这个因为数据是动态的 从数据库中读出来的 就不能够像这样 直接写在画面上 对吧 那么就需要用到可编程式导航 这个之前呢 咱们下期讲解 OK 好 以上就是给您分享的导航链接的最基础的使用方法 虽然简单 但是呢 却非常的重要 非常的对您的工作有帮助 您一定要掌握哦 好 我今天的代码呢 都会放到我的GitHub上去 有兴趣的朋友 您可以下载参照一下吧 OK 那由于时间关系 这个视频就给您分享到这里吧 谢谢您观看 咱们在今后的视频 再见咯 拜拜